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分分钟 我们今天呢继续邀请到了我们的教育专家 文丹 各位亲友好 我是文丹 很高兴又跟大家见面 这个要来和我们继续聊一聊呢 我们在这个芬兰quarantine下的生活 上礼拜呢我们聊了有关在家里面 应该怎么帮小孩子建立routine啊 建立的一些作息 然后让妈妈不要那么紧张 不需要这个像老师的角色 反而是要扮演小朋友的生活规律的 这个计划规划者的一个角色 那但是我这礼拜要谈的呢 是因为我觉得我们在家里面quarantine这么久 总是想出去放风一下 然后呢我觉得我只要一想要把小朋友带出去呢 那个我的心里面就充满着罪恶感 到底我是把小孩放在了一个最危险的地方 还是我真的应该把小孩一直关在家里 但我又觉得我的某一个声音告诉我说 如果我继续把小孩关在家里 我也对他不是健康的一个 就是对他的心里也不见得健康 天哪怎么样才能做 所以我就今天要请教我们的文丹老师 而且呢文丹老师告诉我 其实我们所有在芬兰妈妈都知道 是不是 就是在芬兰最有特色的一个教育特色 就是小朋友一年要保证有1000个小时可以在外面玩 1000个小时各位 这是个什么概念 我们请文丹老师告诉我一下 好啊 然后这些小时其实很简单 你具体到每一天就是一天三个小时的户外 然后上午一到一个半小时 下午一到一个半小时 我觉得在幼儿园的情况下是很容易实现的 因为你自己也有孩子嘛 孩子每天在幼儿园 他的生活作息就是上午10点到11点 然后先玩一个小时 然后11点回到教室吃饭了 然后下午 然后两点半到四点这样一个时间段 小孩子又可以玩个一个半个小时 所以就是在芬兰幼儿园一天玩三个小时户外 是太简单不过的事情 但是现在我们是在家隔离 怎么让孩子继续坚持这个习惯呢 我觉得又挺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你首先找到一片 快阔的场地 给孩子如果他是一头野马的话 你给他找一片草原 我觉得在赫尔兴基 特别是芬兰这样的国家 它的森林覆盖率是特别大的 就是你只要开车可能五分钟 就能够在周边找到一个空旷的场地 让孩子撒野的在那边奔跑 所以你的第一步就是找场地 我们在找场地 我想先讲一下说 为什么芬兰这么重视 所谓一千个小时 这么长的一个户外时间 到底对小朋友有什么好处 我觉得这个好处首先是来源于 芬兰人对于学习的定义 跟我们亚洲是不太一样的 我们认为的学习就是学习一些 知识性的课本上的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是我们的考试要考的内容 但是芬兰对学习的定义它更广泛 比如说我跟你这种交流互动 他会觉得这个在发展我的软实力 那什么样的软实力呢 沟通技能 然后我们俩的合作技能 然后我们一起做一个事情 那可能我们有一些新的idea 但是这就是你的创新的技能 所以这些东西 其实在你户外玩耍的时候 真的是可以培养的 我觉得还有一点 就是你的观察力 就你去观察小孩子 他看在自然的那个视角 可能跟你会不一样 比如说我可以给你一个示例 也是我前几天发给你的 芬兰老师不是给家长发了一张 让孩子出去玩 在大自然中探索的一个提纲吗 它其实很简单的 你可以给大家看一下 对 就是说各位 当大家在这个病毒之下的时候 你会想说 老师不就一直发视频给我们 叫我们在家里远距教学 但是芬兰他们学校幼稚园的老师 给他们的一张单子呢 我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张单子里面 竟然是告诉小朋友 不是告诉家长 怎么样呢 我们才可以 我们怎么样才可以有这个 准则可以在户外继续的活动 好就是这一张 芬兰已经帮我们翻译去 它寄来的时候是分蓝文 我竟然让它 那它其实就是要告诉大家说 怎么样才可以 在那个 疫情之下 还可以在外面 而且在外面的时候呢 应该要带小孩认识些什么 我们让文戴来解释一下 其实这张单子主要是讲 孩子在大自然中 可以做什么吧 我觉得芬兰的那些活动啊 都特别简单 它只是让你去听一听风声 去闻一闻空气的味道 那你觉得空气中会有什么味道 花香啊 甚至是一些小狗狗在路边的一些臭臭的味道呀 就是它其实是想让孩子去观察 体验这一些 像它第一条就是直接让孩子去到自然中去找一找 有哪些颜色呀 红黄绿 你看到了吗 那你同样是看到绿色 有人看到的树 有人看到的是小草 有人看到的是一片片绿油油的地面 所以它其实是在用一个归类的方法 让孩子去发现生活中的一些美 那我甚至可以再找一个第五点吧 比如说 第五点是什么 Is there a pond along the way 就是你在你走路的边边是有一个水坑吗 你知道芬兰的小孩其实是很喜欢跳泥坑 跳水坑的 这个真的真的是和那个小猪配器里面的一模一样 就是下雨天有一个水坑 有一个泥坑 它鼓励孩子就是跳进去 不要害怕 身上沾满了泥水 沾满了脏东西 我觉得这个是孩子的一种探索意 就是 出来人的观点就是 在孩子的探索意面前 脏 肮脏 甚至一些 就是我们认为的那些细菌跑到身上 完全都是没有关系的 就让孩子去做吧 对 它里面还有说 第十点我最喜欢 Smell the air 你就闻闻看空气有什么味道 我说什么味道 那个病毒的味道 对 但是我意思是说 就是它 给了这么多的准则 也不是准则 就是一些建议吧 Explore the colors 或者是 Follow familiar route 就是说你常常走哪些路回家 其实这都是 给小朋友在这些的问题当中 就是 不说训练吧 就是说 让他其实已经在学习 或者是 跟这个生活环境 达成一个连结了 嗯 对 你这点 归纳的特别好 就是说 他鼓励孩子去户外玩耍 他的本质当然是说 希望孩子热爱森林 但是我觉得你这么深挖一层 其实是希望孩子对于他居住的生活环境 是有认知的 是热爱的 那如果像我以前生活在上海 那我没有这样一片大森林 那难道我就不出去了吗 其实这个时候 你鼓励城市人的 反而是 你对于你自己的社区 你对于你自己的城市 有更深的了解 不局限于森林 就是你周边有什么样的环境 你就去探索什么样的环境 这其实也是 以前教育家陶行之说的 就是教育即生活嘛 是 所以我想 就是如果 现在有在看视频的这个家长 或者是任何人 不管 我觉得不管你是不是小孩 你真想出去走走的时候 都可以把这些当做你 出去前的一些准备 想说我在沿路上 既然现在尽量少做 大众交通工具 我们就走路吧 走路其实也是 很好的一个运动在现在 你就践行 你就走走 在附近走走 然后试着 打开你的眼睛跟耳朵 去观察你生活的周遭 即便只是高楼大厦 我相信 你一定会觉得有不同的收获 为什么呢 因为黑尔辛基政府呢 不只说 当小朋友说 如果你可以找到一个 够安全 够空旷 的起源 这是一个童书 然后在美国呢 他们就把这个童书 发扬光带到社区 就请大家呢 把那个家里面的 Teddy Bear 或者是一些 有趣的这些 娃娃吧 你就把它放在 你的窗边 然后让那小朋友呢 可以呢 去在沿路走的时候呢 去看看别人家的窗台边 有些什么东西 所以赫尔辛基政府呢 或者是说这个 最近就有一些 人们就开始把他们的Teddy Bear 放在 芬兰的一些 这个各家各户的窗边 让小朋友的时候 也可以有一些新的 发现 然后这个在 我们家小朋友 Day Care 给我的Email里面 有包括这一条 他们老师说 如果你有出去 别忘了跟小朋友讲 说可以注意别人窗边 可以每一次 出去走走的时候 你会发现 几只Teddy Bear 这样子 我觉得这也是 很有趣的情况 对这个新闻我也看到了 宁哥 又提你有什么图片 或者视频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吗 有 你现在有看到 我就是这一个 这个是 Health Thinking Times 你有看到这一个吗 对不对 没有 现在只是我的那张 图 还没换过来 我先重来一次 对 刚刚我 就是说Health Thinking Times 里面 就是有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我先给大家看 我说的那个Bear Hunt We are going on Bear Hunt 是这本书 一个英国的读物 然后就好像是个蛮 就是蛮有名的一个 儿童读物 然后他们都是押韵的 然后小朋友有歌曲啊 然后他也有做成小动画什么的 反正这本书 开持的这一个东西 我们来看一下 我要当导演 在这一次 我们来看一下 分享画面 共享一幕 OK 就是这一个 有没有 对 OK 然后 好可爱哦 对 然后这是Health Thinking Times 大家有看到 这是上面写的 叫做 Teddy Bear Challenge 希望大家呢 能够 您解释社区里面 给一些陌生小孩的一些鼓励吧 就是大家既然已经很闷了 难得出去走走 也有点新的东西可以做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是在芬兰 蛮有芬兰特色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好的一个 增进社区间信任的一种方式吧 我们常说什么守望相助 但你这个时候看看别人家的窗台 为你竖起一只小熊 其实内心也挺温暖的 当孩子看到这一幕的时候 他会觉得 哦 我的邻居原来他的窗户方面也放一个小熊 他会觉得 这个好好玩哦 我觉得 这也是增据社区邻居率的一个手段 就特别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我不知道你的社区怎么样 其实大家去楼下的游乐场玩 其实内心会有一个疑虑 就是 我的邻居 谁谁家 会不会出现病毒 就是你这个时候 还会不会信任你的周边的人 我觉得信任问题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话题 是 但是我觉得在芬兰这一点倒是有趣了 就像我们刚才说 现在在这种病毒的环境之下 大家 有些家长可能 避人群之为恐怖极 就是说 我能够少见一个人 就少见一个人 基本上就觉得 大家可能都是带有病毒 就是 他不让小孩子 在这个危险的环境之下 但是 我必须要说 我们家楼下的playground 不是说人里人 当然都没有 但是一定每天都会有一两家 多一点的时候 可能在周末 还会有三四家家庭在下面 然后我们 三四家我可能就没有办法下去 这是我们家的选择 但是一两天之后 有时候我还是会让小朋友下去的 那难免我们会让小朋友保持一些 一定的距离 因为毕竟这个 芬兰就是有 多 就是地多 就是位置很大 但是我有看到 那些妈妈们就觉得说 首先他认为我小朋友带出来了 我就是表示 我觉得我们家的是健康的了 OK 我不可能说我们家有任何的感冒症状 我把它带出来 没有 就是连感冒症状 就是任何生病症状 他就绝对不会出来 出来的小孩呢 他就是已经帮他自己自我管理好 是健康的 是健康的 对 所以这个其实是芬兰人与人之间 对彼此的一个信任嘛 就是我相信 你带出来的孩子是健康的 他不会说自己身上有病菌了 我去抓游乐场的各种设备了 所以幼儿园也是同样的情况 就像现在幼儿园一直是开放的 但是教育机构是鼓励家长 如果你孩子有出现任何发烧 感冒流鼻涕呀 任何状态都不要去幼儿园 所以前几天我去幼儿园 幼儿园老师跟我说 今天幼儿园只有四个小孩 然后疫情爆发之后呢 每天孩子都不超过十个 所以老师是很安心的 他说我们每天来的孩子都是健康的 所以我在这里面工作我也不用太担心自己的安全问题 所以这一点我觉得能够做到这种彼此信任 其实是芬兰文化里面最可贵的地方了 对所以可能彼此信任上 让这次在疫情之下的芬兰家庭 可能还有一点机会或者是可以放心一些出去 虽然他们减少了 但是我觉得只要出去 他们还相对比较放心一点 另外呢就是我那天跟我 我们现在我们家的情况是这样说 就是说我还是让我小朋友保持 应该有的非常基本的社交 所以呢我们大概有一到两个家庭 大概有一次 大概应该只有一个家庭 就是我们最close的一个芬兰朋友 然后呢我们确定他们家就是 是健健全的 对安全的 然后没有任何的就是 他们可以自我管理良好 然后他们也确定我们的 所以我们两家呢 偶尔会让小朋友呢 一个礼拜大概一两次会碰个面 在那个playground 就是在空旷的地方 然后我有一天 他就找我去公园玩 然后我就说没有 今天我们要在家 然后我就给他一张照片 那个照片里面就是 我们在玩那个刮壶膏 就是那个shaving foam 就是那个刮壶膏的一个照片 我让小朋友在里面抓啊 抓玩具啊什么 然后弄颜色啊什么的 我还想说他会回我说 就是我是个很认真的妈妈 不知成这样了 就他回我一张是 他们家小孩在沙坑玩的画面 然后他跟我讲说 就是shaving foam很不错 但是呢 I prefer 我更希望我的小孩在沙坑里 因为这些细菌 可以增强他的免疫力 当然这个可能也有背后的科学依据了 比如说在一定情况下 孩子接触到的菌群越多 他能够得到的免疫力越全 这其实是基于芬兰的大环境 就是水空气土壤 都是相对干净的 我自己有一个生活体验 就是我以前在国内生活的时候 可能我的鞋 几天上面都有一层灰尘 但是我在芬兰 可能我几个月 我都不需要去刷我的鞋 因为他真的是得天独厚在这 就是说他相对的空气啊 水什么都没 我不敢 他应该有他本来应该有的菌种啊 可能 但是他不会有一些 特别外来 或者是让人特别担心的什么东西在里面 所以他们认为你 当你小朋友在里面 他就会产生一种自然的保护力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 一千个小时的活动 这么重要的一个原因 对吧 对的 其实我想想 或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就是 户外活动 其实是 人与自然的一种关系的体现 就在疫情之下 我觉得这一点更需要着重 就我们人 生活在大自然中 你身边的小鸟 鸭子 其他鸟类 又何尝不是生活在大自然中呢 就我们的家只是说比小鸟他们小小的家要大一些罢了 就在这个过程中你能够体会到人和其他动物真的是平等了吗 你真的是相信你自己只是 只是自己的家比他的家大一点而已吗 就这种平等的观点 如果你能够在自然中走得多了的话 我觉得也能够深化下去 好有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就是 芬兰有一个叫暴树疗法 哦 是什么东西 这是我们 我家小孩 他三岁嘛 然后他老是带他们去森林里面去玩耍 其实他们的玩耍很简单 他也不让你做什么 他就是大家一起抱个树吧 听听树的声音 然后 然后你安静下来 可能你的血压就降下来 然后整个人就会比较平静 所以他们称之为暴树疗法 也是蛮芬兰的 树的声音 你有抱过吗 温男妈妈 我有抱过 我以前去秋天去采蘑菇的时候 会抱一抱 那他有声音吗 我要试 他有声音 树其实没有声音 但是树叶 风吹的时候会有一些轻轻的那个吹动 你就让小孩静下来了 对不对 对 然后他真的就把他的五感全部打开 因为你开始问他 就闻到什么 听到什么 的时候他就会 他就会开始了解自己的身体 了解自己的各个感官的作用 所以这个 这种教育的方法就是非常的有 怎么说呢 肥欧化吧 肥欧化吗 对 对 其实你看 你看我们讲泥坑 然后我们讲在大自然中 其实芬兰的玩法真的是很简单 很土的 就接触到最土土壤的那一层次的东西 我听到芬兰说哇塞你们家的daycare是不是就是那种北欧设计 然后什么高级的木质玩具 我说没有 在芬兰他们所有的东西最多的都是最自然的最最基本的东西 就是没有什么花俏的东西找不到 我觉得在你的生活中应该很常见的一个现象就是你孩子从幼儿园回来了他带来最多的一块东西是什么呢 是土是沙子对不对 我觉得我每天回家都是要给孩子的衣服 水龙头冲一冲他的沙子 可能夸张的时候可能会冲下半斤 真的不夸张 我不敢拿他的那件衣服就是穿在最外面那件学衣或什么都好 跟其他衣服洗 因为他里面就是把沙坑的沙带回来了 我还在想他们每个小孩都带这么多沙回家 那到底那些沙就是公园的沙又哪里再补回来 我都很想再把它挤一挤再倒回去给老师 这是日常啊这是我们的日常 对对其实我们聊这个你看就是都是在讲芬兰在疫情之下 他还是希望孩子保有自己原来的一个生活习惯 我觉得芬兰也是在这样做的 但是你觉得我们作为成人我们的生活习惯要不要变 真的该不该变呢 我现在我开始觉得就是我觉得每一段时间 我都要调整一次自己的心理 就是说前面的两三个礼拜或者是一个月我可能会紧绷 因为你会觉得哇塞这个疫情每天都看到很不好的新闻啊 然后我开始慢慢的放掉一些事情 就是我反而没有像以前这么紧绷于知道每一条新闻的来源 你知道就是我念新闻或者我做新闻 我会我大概每天大概有十几个以上的媒体的东西会一直跑出来 我试着关掉一些说真的 因为我觉得我现在一直要跟我的小孩相处哦 我不可以让我的心情特别的起伏 然后呢我觉得我需要运动 所以他我以前可能带小朋友出去 我的队友就是我的老公可能要带他们五次 他可能带三次我去两次 我定是少数的那个 因为我组内他组外 那你老公其实已经是北欧男人了 跟你比较不大了一半的带娃任务 对但是呢换成现在我反而觉得我应该要跟着出去一下 不然后你不出去后你都觉得你的生活就是在那个手机所接收的世界里面 所以对我觉得我开始要跟小孩学作型反而相反不是他学我的作型 是我要颠倒过来配合大家的作型你知道吗 就是我觉得这样可能在疫情之下对我会相对健康 这是我想的 其实我我觉得小孩的那个作息受幼儿园的一个整体规划影响 可能比你会更健康一些 而且小孩其实是一个需要社会化的过程 他需要去接触他周边的社区去接触到大自然 我们人可能已经长成长大成人之后 对于自己的那个社会化需求 其实是慢慢慢慢的在减弱的吧 我们会停留在一个虚拟的世界里 像我以前也会看很多资讯 但是到头来所有的资讯其实你看不看都一样的 如果你能够回归到一点就特别专注的做一点的话 我觉得外在的渠道会自然而然的打开的 就比如说我们作为妈妈在芬兰养娃 养娃只是我们专注的一点 但是如果我们通过养娃去观察芬兰的教育 芬兰的文化 芬兰社会上的各种活动的话 我觉得那些渠道同样打开了 对没有错 没有错就是小孩open my eyes 就是他一样开拓我的视野 他不会因为是养娃就把我反而视野局限在只有在养娃上 那我藉由养娃开拓我的视野 这句话我是绝对同意的 是是 好 问你一下吗 就是最近你的生活是做的事情更多了呢 还是说你自己在做一个减法 我在做减法 在做减法 当然在厨房的时间变多了 因为我觉得厨房是一个正当的理由可以离开孩子 其实我跟你是一样的观点 我每次觉得我做饭的时候 我会进入到一种flow的状态 我就觉得没有人打扰我 特别专注在切餐 所以呢 那我想说算你们有口福了 就要吃些什么牛肉馅饼啦 馒头 你知道我是南方人 北方这些东西我以前在香港都不做 但是来到这边以后 你知道嘴馋啊 然后就开始揉面 哎 我就觉得看着面团慢慢长大 这是一种疗愈的过程 对 其实 其实移情之下 我觉得更多人的生活都已经 回到家庭这一个单一的一个空间内了 就很少再出去社交啊 去餐厅吃饭 也许移情过后 这整个世界人们的生活方式都会变得越来越北欧化 像我日常生活中 北欧人其实很早去餐厅吃饭 只有去跟朋友约啊 或者是遇到一些重大的庆祝的时候 他才会去餐厅去点个餐 这个在约翰厅 我有跟文章聊到 就是New York Times也是访问了一个非常有名的那个 David Chan 就是在纽约的一个厨师 他就已经很忧心 在这样的一个疫情之下 可能在疫情过后 他认为只有大型连锁餐厅会存在 那些小型的就是那种 可能爸爸妈妈家庭是开的餐厅 或者是独立的一些餐厅 他将会消失 因为他们在这个疫情之下将会没有办法 第一他们没有 他们的力量不够大 不够大到说让政府注意到他们 给予他们纾困 然后他们就在这种疫情之下就倒闭了 或者是就改行转业等等很多的这个不得已 所以呢以后当疫情过后 再开的餐厅到底还是哪些 然后我们吃到的东西还是哪些 然后如果这个疫情继续存在 也就是说疫苗没有发明出来的一两年内 人们还会不会再去餐厅用餐 还是说就像我那说的完全北侯化 去餐厅只为了某些特殊的仪式或是目的 我们不知道这个社会是不是会变成什么样子 但是不容置疑我们的生活方式 真的会受这次疫情影响而有所改变的 对那个 人家说我说新常态新常态 他说就是说他不是这一两个月的改变 他可能是这辈子的改变 就是 对 是很长的 所以如果用这样去想可能很多习惯的建立 我就要再多想一想 就是说 我不是非常实情的非常手段 而是我是不是愿意跟这样的一个习惯相处一辈子 就是包括我跟小孩建立的一些习惯等等 我可能都会用把时间轴拉长这样去想吧 这大概是我最近最长小的事情 嗯 嗯 挺好的 我觉得这个思考可以给更多我们的听众一起去想想新的生活方式会是什么样 因为那个病情 就是疫情就是每天都在变 所以大家呢不要 可能真的请大家不要给自己 或者也不要太judge别人 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认为他们最适合的一个防疫的方法 那如果再可以找到适合的一个空间 走出家庭的空间 我还是觉得应该让小孩或者是让你自己出去偶尔放个风一下 不用太长 口罩可能戴齐或者是在适当的一个社交距离之下 再出去走走还是人毕竟还是要跟外面的世界接触一下 对 我也是鼓励大家如果有条件的情况下一定是要多出去走走 就是人的大脑其实在吸收到新鲜的空气啊 然后沉浸下来不看屏幕之后 他我觉得他也许会运作的更好 相当于在北欧有一句话就是少计时多 就你不需要学个十分的知识 当你学了八分的知识 另外两分用来运动的情况下 也许你也能够达到十分的效果 是吧 对啊 这个准则很好 还有那天罗奈你也跟我讲说什么 以后什么穷人 穷人富人的那一句 我一定有你讲 对那句话 那那句话其实是来自于一个芬兰的教育 教育家叫Pussy Shable 他是说未来可能穷人家的小孩 一直在看屏幕 然后富人家的小孩在大自然里面奔跑 在做手工 因为你看现在社会 其实屏幕玩耍 让孩子去看视频 是最廉价的玩耍方式的 因为家长特别省心 你不需要去提供一些系统性的一些娱乐活动了 如果你不让孩子玩视频的话 其实你后面需要一系列的配套措施的 然后你给他什么样的一个手工活动 然后你在他大自然中去怎么探索 其实这对于家长的要求会更高 所以我希望家长也是能够从自己做起吧 就是减少孩子的视频时间 多带着孩子到外面跑一跑 我觉得就算是撒野 他追你赶这种也是好玩的 就是一个空旷的空地都行 是吧 好谢谢大老师 我们希望下礼拜还有更有趣的话题 拜拜 拜拜